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奥巴马辩护外交政策称不贸然动武 美军与增进亚太导弹防御合作 克里回应斯诺登要像个男子汉 欢迎收看2014年5月28号的凤凰每周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28号表示将成立50亿美元的反恐基金 来协助伙伴国家反恐 并承诺加强支援叙利亚反对派 并表示除非威胁到美国本土以及盟友的安全 不然美国不会贸然的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 奥巴马28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 阐述未来两年半任期的外交政策 他表示美国会继续担任世界领袖 但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并非唯一选项 在国际问题上 美国会动员盟友采取联合行动 但若直接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安全 人会在必要时单方面动武 奥巴马更辩护表示 不会因为怕被批评软弱就贸然出兵 透过多边机制解决纠纷也不是软弱 例如美国政治利益透过国际法 解决南海争端 他也借此呼吁国会应该尽快行动 奥巴马表示 美国海内外最直接的威胁仍来自于恐怖主义 他呼吁国会支持成立50亿美金的反恐基金 协助训练和装备伙伴国家以打击极端势力 并承诺将加强支援叙利亚反对派 凤凰卫视 李卓君赖大力 华盛顿报道 而对于有报道称 美国正在考虑在韩国部署高级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内费尔德28日就表示 如果能加强美日韩三国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的体系 将会提升信心应对朝鲜的挑衅 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指出 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在韩国部署高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据悉美方已经在韩国就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可能安放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调研 但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有分析称 韩国不希望加入美日导弹防御系统 一方面是不想刺激中国 另一方面 韩国倾向于发展自己的防御体系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副主席温内菲尔德 当天在华盛顿表示 他承认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具有政治敏感性 但这有利于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 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设有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并在日本设有TPY-2弹道导弹防御雷达 未来美军可能在这个区域加强建设导弹防御系统 温内菲尔德指出 美国古利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国家 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 而他认为加强区域导弹防御合作 将会比各国独自行动更有成效 美军已经计划2014年前 在日本部署第二个弹道导弹防御雷达 应对朝鲜的威胁 加强国土和区域防御能力 另外美军还将在2020年左右 在亚太地区完成建立另一个远程雷达系统 凤凰为师 王宾如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 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日前向美国的媒体表示 自己曾是中情局的海外间谍 他现在因美国国务院吊销了他的护照 而不得不留在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克里28号就批评斯诺登泄密 并认为斯诺登应该像个男子汉回美国受审 斯诺登日前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NBC电视台的专访 他称自己并不仅是为美国间谍工作服务的电脑程序员 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国际间谍 并为美国情报部门在海外做卧底 斯诺登还表示他不得不留在俄罗斯的原因 是美国国务院吊销了他的护照 对此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原本以为聪明的斯诺登却给出了一个愚蠢的答案 如果斯诺登想要回到美国 那美国政府立即就会准备好飞机 克里表示真正的爱国者不会选择逃离 如果斯诺登真的在意美国 相信美国就应该相信美国的司法体系 克里指出斯诺登应该像个男子汉 回国面对美国民众接受审判 不过克里认为斯诺登目前很困惑 他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伤害 克里在28号接受了五家美国主流媒体的访问 对斯诺登事件做出回应 虽然克里承认斯诺登确实把美国国安局的情报工作 与个人隐私的辩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他坚持就算斯诺登没有泄密 奥巴马也证为这是需要解决的药物 凤凰卫视 王宾如晨一秋 华盛顿报道 好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器 控制灯具 安全系统和其他家电设备 这个联网家庭系统可以帮助苹果说服用户购买更多的iOS设备 包括iPhone iPad 苹果机顶和Apple TV 以及苹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升级版设备 这也意味着苹果可能会快速将其技术推向数百万户家庭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苹果已经卖出了超过1400万部Apple TV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与朋友 家人和邻居的关系不和谐 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研究人员分别记录了大约1万名成年人 在30岁 40岁和50岁时的健康数据 调查长达11年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 测评了这些人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压力的原因 以及出现抑郁的症状和获得精神支柱的情况 结果发现在人际关系中 经常感到担忧或是被挑剔的人 他们过早死亡率是很少有这些经历的人的两倍 对此专家表示 虽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略有瑕疵的人际关系都需要结束 但促进积极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雇主评价网站Glasdoor 日前评出了2014年度薪资福利待遇最佳的25家公司 其中有12家科技公司 一向以福利优厚闻名的谷歌 理所当然排名第一 但是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第二名竟然是大卖场Costco好事多 Facebook在上榜科技公司中排名第二 总排名第三位 这家社交网络巨头对待员工也是相当慷慨 医疗保健方面的福利尤其好 在办公区内甚至有推拿针灸和医务室 值得一提的是 在薪资福利待遇排名前10的公司里 科技公司展了6家 而出人意料的是苹果并未上榜 这不意味着苹果公司可带员工 可能是苹果低调公司文化 对于员工薪酬福利很少建筑媒体 加拿大癌症协会今天公布了 2014年加拿大癌症数据报告 报告指出加拿大皮肤癌患者呈上升趋势 其中皮肤癌中最致命的一种 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 根据该机构的资料 从1986年至2010年 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在男性中每年增长2% 女性则增长1.5% 癌症协会的罗伯特纳托尔医生表示 高达90%的黑色素瘤病例 是因紫外线辐射所造成的 包括直接接受太阳辐射 或是通过人工紫外线照射 让皮肤晒黑等 因此对一般民众而言 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在夏天 尤其阳光强烈的时候 采取各种防晒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两岸3D的西纹重点 北京市红十四会和北京市公安局 28日签订处图维稳合作协议 加强双方在维护首都安全和救援工作方面的合作 北京市红十四会投入3000余万元 购置20辆新型医疗专用车 用于突发事件现场的人道救援救治 专用车具有防毒 防化 防暴等84项功能 另外加强空中救援力量 999紧急部门还配备了两架空中紧急救援直升机 这次红十四会组织与公安局签署合作协议 标志着双方将以往的合作模式常态化 是红十四会并成立了维稳工作领导小组 和相关救援队伍参与首都的安全维稳工作 在台湾顺利当选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28日和原任党主席苏贞昌进行交接仪式 蔡英文表示将会进行党内改革 首要任务是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地方选举 并赢得2016大选拿回执政权 苏贞昌在蔡英文陪同下离开民进党中央党部 随着党主席换人 党内各项要职也将进行人事调整 蔡英文凭借着高支持率及人气 第三度重回党主席大位 台湾立法院28日审查 有关地方发展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 国民党特别邀请地方首长与会 说明规划 但绿营县市首长全面缺席 立委并以议事规则杯葛开会 审查再度空转 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一开会 就陷入朝野争论的场面 原本国民党排定要审查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 并邀请多位敌方首长与会 说明各县市规划 但绿营联手杯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标市场 在星期三的早日状况 现在美股早日开盘 就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负面低开 随后盘中是窄幅震荡 涨跌互进局面 标普500指数还一度是出现 小幅上升的走势 但是说完是三大指数 还是以下跌作收 主要是零售类股领跌重挫 所以抵消了电锯类股 与公用股出现上升的这个现象 同时投资人都在静观 在星期四期上公布的 美国的国内生产 总是经过修订后的数据 一般预期可能会出现 负增长的现象 所以对货表市场 造成一定的负面的一个心理环境 三大指数虽然是小跌作收 但是市场也认为 连创新高多天市场也是一个 正常的喘息获利回吐 抛压场外观望的 这样一个正常心态 那么现在市场受困扰的是 十年长债收益率连创新低 在星期三又下跌了八个基本点 是2.43% 一般认为2.50%一个心理支撑线 跌破这个心理支撑线 就证明经济前景 可能会是相当的负面 另外是麦当劳公司 在当天出现比较明显 大幅下跌在零售和一些 十年利股出现走电 实际上他们表示在 今后2014年到2016年之间 将逐渐的回馈持股人 180亿到200亿的这样一个资金 但是市场对这个消息 似乎不抱持正面的形态 总来说市场现在还是 静观星期四的经济状况 那么全天走势 心态相当审慎 三大指数效率左手 以上是新鲜情况 方文字旁哲 纽约报道 好了 看今天的全球资金指数 我们下期再见 圣盖博图书馆之友日前未即将到来的暑期阅读计划举办筹款活动 洛杉矶各界正要数百人出席支持 出席当天活动的洛杉矶县政委员安东卢为奇 洛杉矶社区学院校董伍国庆 洛杉矶警政部门和洛杉矶各社团的副职人 纷纷上台发言支持深盖部自由举办暑期阅读计划 名为阅读主因的活动 大家一直认为现在实体数件越来越少 图书馆就显得更为重要 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得益于人生健康的成长 在暑期小孩子比较有空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鼓励他们养成这个读书的习惯 因为现在小孩子都是说很多时候看 打游戏机啊看什么东西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约读 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小孩子养成这个习惯 以后对他们的成长是有非常好的帮助 据介绍深盖部图书馆去年暑假期间举办的 阅读主因活动相当成功 大约有超过数千名中小学生 到图书馆查阅各种书籍 并参加相应的各类讲座 孩子们通过加强阅读提高了写作的水平 各方面的能力也足有成效 方文卫斯网民洛杉矶报道 应美国世界仁爱基金会的邀请 中国内蒙古东俄尔多斯东方民族艺术团 一行日前抵达洛杉矶 随即赴帕萨迪那老人院进行慈善慰问演出 内蒙古东方民族艺术团成立已有12年的历史 艺术团经常游走中国大江南北进行巡卫演出 被称为内蒙古大场原则的乌赖木齐 精湛的表演在全国不同比赛中屡赤获奖 世界仁爱基金会的宗旨是 关怀孤儿齐音弘扬中华文化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舞台一眼的形式 让人们了解中国5000年的历史 同时感受中华民族尊老爱有的美德 已经办了四届仁爱一眼 第五届我们把它搬到了老人院 十地为老人们献上爱心 23位来自内蒙古的艺术家 演出的歌舞塞满舞 草原人民的祝福 爱青海等节目 充分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 对老人美好的祝愿 希望我们的表演能给这些老人们 带来开心 带来快乐 同时也送上我们的一份祝福 随内蒙古东方民族艺术团 访美慰问一眼的 还有内蒙古富门服饰队 在展现与众不同的民俗服饰过程中 队员们向不同富士的展指 献上哈达 以表最真正的问候 来为这么多老人们演出 这是我们富士队的一个荣幸 也感到非常高兴 祝老人们身体健康 生活快乐 中国网络当红歌手 徐一成也是首次 随内蒙古东方民族艺术团 他走美国 面对不同富士各族裔的 奇音长者进行演唱 他心情相当激动地表示 心中有人爱 世界都一样 当年的演出 也受到邻近市政府的关注 门特里公园市市长王维刚 四议院陈探新 等美国明显官员 清零现场观看 并向主办单位 和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 颁发贺壮 凤凰卫斯网民 乱级报道 以上就是新闻 观众可以随时登陆 iPhoneOS.com 收看节目重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